复理香农会的盗浪私储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 每年都让来参加的游客非常满意 总干事表示说陆续都有很多游客反映说 他们希望可以继续来参加 去年也接过团体来用餐 效果很不错 未来会继续把复理在地的农村旅游升级 把农村的旅游规格化商品化 精致又有质感要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复理 复理香农会的盗浪私储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了 年年都让来参加的游客非常的满意 总干事说陆续都有接到很多游客反映可以参与 去年也接过团体用餐效果不错 有很多的游客包括我们的旅行团都有问过 我们说他们要订制我们的稻田餐桌 其实是可以的 像去年的话我们就有接到一个企业集团 有订我们的稻田餐桌的活动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推广活动就是要每年不停的一直在推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将来是规格化商品化 然后可以推销给我们所有喜爱农村旅游的这些好朋友 让他们可以来这里玩 体验活动也是复理香农会积极辅导在地农家的重点 在地商家的行销能力不强 农会成了乡内大部分农游场域的接洽窗口 散客直接推荐给农家 团体游客则可以在农会进行 米蛋卷 松饼 炒米香的DIY活动 利用资源集体行销 让复理香成为花莲的新亮点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农业的六级产业化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够喜爱复理 到这个复理无污染的这个纯天然的环境来旅游 同时来这里旅游的时候呢 我们有最好的伴手礼 最好的产品 还有最好的食材都在复理 未来将会把复理在地的农村旅游升级 农村旅游规格化 商品化 精致又质感 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复理香 记者高双双复理香采访报道